需要跟你彈琴摔爱吗 你如果跟我彈琴摔爱 干嘛要推出演艺圈 要我们现在直接推出好了 摔爱摔爱大家好 我是六月 今天非常荣幸 看到我身边的这三位 从香港特地远道而来新加坡 欢迎三位打开 欢迎 你好 可不可以跟我们摔爱摔爱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马国明 大家好 我是姚子凌 对 我是刘德华 好朋友 郑思伟 好久不见了 你们好吗 真的好久不见了 对 我很多年没回来了 我自己就快十年了 我三年多没有过来 怎么呢 也差不多时间吧 这三四年是一定的 因为疫情 我从来没有试过 差不多两三年没离开过香港 我这次来去收拾行李的时候 完全忘记行李该放什么 然后一来你打开行李就全忘了 早上起来又漏了那个漏了那个 那这次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来到新加坡 是因为好久没回来就必须回来 因为亚洲的电视颁奖典礼好久没有举行了 所以这次完整新加坡举行 我们就一定要回来支持 借着支持的原因回来做访问 听说有一个节目在刷刷是六月主持的 也是 这一场红 没有错 祝福大哥这么会讲话 那你这次来新加坡想要吃什么你说 对 到现在进来就没有吃过东西 真是 上时用那个绿蛋糕 谢谢 那你们这么久没有过来 你们有没有想要就是吃一些什么东西 还是想要去哪里玩的吗 我最想吃就是Pandang Cake 所以我一下飞机我的粉丝就已经买给我吃了 所以就很开心 而且就是其实我本来想来这边去跑步的 因为我很喜欢街跑 然后感受当地的那个氛围 你这样一讲 大家会很想要知道你跑步的路线会是在哪里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开始去那里开始跑步 我喜欢一些大自然的地方 圣套沙 金山 有没有大家可以自己探索一下 国民大哥的话 你会想要特别去哪里还是吃什么吗 我最喜欢吃海鲜 还有就是我最喜欢就是到新加坡这边来 来唱歌 那你这样子一讲我们还蛮期待 接下来会不会有可能就是你们可以过来开一场会 我也想啊 问问我们的老板呢 对 你现在是以幕后高层的身份过来 老板对不对 对对对 是打工 就是有固定的时间上班的 每个星期一二三四五都要开会 很烦呢 这么烦呢 你干嘛愿意接下这个工作 贱 因为我回来TP最重要的是我想把我们TP一些以前的工作的这个需求啊 我们的责任啊 跟我们一些年轻人一起分享 我们培养了很多很多的人才 不认识目前的幕后的 既然有机会回来为我们这个老家效力 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荣幸 说真的啦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知道就是我要访问三位说 他想说哇 以前你知道吗 只要看TVB的戏 就是演警察的他就想当警察 所以就是很多这类型的故事就会让我们觉得说 很想要做那个职业 很好啦 我们马上有一部做五亲小姐的 你要不要看完就想当小姐了 拍拍了吗 拍完了 拍要上了 拍输啊 我有这个潜质可以去Cast吗 一定很红 但是我们那个是讲妈妈上的 感觉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剧 对 叫一五清晨 很多很多艺人一起来演 演我们八十年代 香港那个时候 晚上的生活非常的鼎盛的时候 现在子凌有在里面出演吗 我就是视野妈妈上 哈哈哈哈 你看都是妈妈上的样子 你看到吗 我觉得她比较像红牌小姐 可是她是我的 你在想想 不能掏漏先是不是 没有没有 其实在戏里面我有两个身份 看就会知道了 就是拍的时候我自己还蛮喜欢 因为她真的是参照以前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进去拍的时候 都是金碧辉煌的 所以超棒的 然后还有法蓉姐 好期待喔 因为我们其实之前看你的剧 比较多可能是武打类型的 然后这一次演妈妈上很不一样 也是因为有武打的打斗 有两种打斗 一几次拳头的打斗 另外一种 一种是在床上的打斗 都有很多 尺度会很大吗 我觉得大 那一些尺度大的 不会放在我那边 放在一些更年轻的 她有要求导演必须加戏 没有啦 志伟哥 那国民哥呢 我之前拍完一个怎么说 隐形战队 隐形战队 就是隐形战队 我很久没有拍这些动作片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蛮大的条件 对 因为他们之前有说 你就是入行这么久 其实演过最多的就是医生 对 他演医生已经演到 有病人找他说能不能医医我 他说我不是医生 这样子 对 这次改一改戏路了 随了这个隐形战队 他还有一个发言人 发言人 对 两个戏都是非常好看的戏 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知道我们掌门人 每次就是在游戏上面是玩别人 我们今天呢 也准备了一个游戏 我们很认真的不是玩别人 要跟你玩 哦 你要玩我了吗 是吧 我要玩你 我的节目要玩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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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快乐 好 有三个选择 三个选择 那这个很简单吗 我们每个人选一个就OK了 最烂的那个 你的那个惩罚是很可怕 我看了都会想说 我宁愿推出演艺圈 要跟你谈情之外吗 不是啦 你如果跟我谈情之外 干嘛要推出演艺圈 要我们现在直接推出好了 好 第一个问题 几位都是做电视的 考一考你们对电视的认识 世界上最早的彩色电视机 是在哪一个国家诞生的 A 英国 B 美国 C 德国 真没想到 问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们两位先答 英国 美国 当然是德国了 对呀 科技德国是最先进的嘛 对不对 对 德国 没有错 英国 我不怀疑他 我是怀疑你的答案是有错的 OK 好 第二题 现在在举行的就是世界杯足球赛 然后请问 1930年第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 是在哪一个国家举行的 你知道我以前是个足球员吗 所以这些问题你问他们吧 所以我不要给你选择 他们先选择 有啦 第一个选择是乌拉圭 第二个是瑞典 第三个是阿根廷 乌拉圭 乌拉圭 当然是瑞典 恭喜 乌拉圭 我就说你的答案有点问题 有问题 如果五题你都全错 真的就是答案的问题 这是不可能的 我是掌门人吗 好 来第三题 就是本地著名的马来食物 Nasi Lama 辣死你妈 当中的Nasi指的是什么 A 椰浆 B 饭 C 辣椒 椰浆 辣椒 辣椒 这次查对了 一定是辣椒 说明是辣死你妈 辣椒才辣嘛 对 辣死当然是辣 是 这么简单的问题 还要问你吗 我也认同 答案是饭 为什么是饭呢 因为辣死你妈是英语 就是直接翻成那个音的意思 但是它其实是椰浆饭 真实 没关系 我就说你的问题有问题 好 第四个 新加坡常见的饮料 Copy C D C 所谓的C 指的是什么 A 冰 B 糖 C 奶 奶 冰 你刚刚才讲的A是什么 A是冰 B呢 糖 C呢 奶 你问的是什么 我问的是C 你都是奶的吗 你都讲了 就这么简单 我很喜欢听志伟大哥解释 哈哈 我们是完全根据道理去讲的 对不对 是 你真的好有信心 对 这一题答案是C 奶 对呀 哈哈 我们就结束在这里完美的MV 哈哈哈哈 最后一题让志伟大哥答对 对对对对 好啦 谢谢三位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 然后总计一下对 要有一个大惩罚 谁答对的最少 你是其他一题 所以 所以一个是他对 所以你们两个一起惩罚 哦 哦 早就要这样子我就全大错破算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 上惩罚 是 都是给你们的 哇 哇 哇 得不起层房 耶 这就是我们的层房 因为常看你们节目 你都要让人家吃哇心 哇 要吃哇心 呜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捕装看 耶